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杨幂在花儿与少年中 用计算器按迪丽热巴 尽显两人身后友情 最近 在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中 嘉宾玩计算器 谐音耿算是被他们玩明白了 其中杨幂用计算器按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 被杨幂笑死 一个计算器都能玩半天的杨幂只有三岁 不能更多了 都玩几次了怎么都玩不够 秘姐好会玩啊 同时这也体现了杨幂和迪丽热巴之间深厚的友谊 上个综艺节目也不忘Q迪丽热巴 杨幂对迪丽热巴是真的很好 但凡自己参加的节目有机会的话 都会带上她 每次看她俩在一起的画面 都会感觉很开心 杨幂出席活动也有机会就会带着迪丽热巴 这个相信很多粉丝都是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小演员在没有红之前特别需要露脸的机会 2014年杨幂生完孩子复出 带着蜜家军出席活动 站在边上位的就是让镜头能给到这些家型新人 而杨幂作为形象大使出席 2016中英电影节红毯及开幕式 也带上了迪丽热巴 只要一有机会 杨幂第一个会想到迪丽热巴 就连杨幂在接受真正男子汉节目的后期采访时 被问到会推荐谁上这个节目 大秘密脱口而出就是推荐迪丽热巴 而迪丽热巴也很尊重杨幂 从三生三世的花絮中也可以看到两人的关系很好 英耿虽迟弹道 最后也一起期待一下迪丽热巴的呆波剧安乐传 相信迪丽热巴的古装剧部会让大家失望的 也祝杨幂和迪丽热巴的友谊长存 杨幂用计算机按迪丽热巴 花与少年 谐音梗被你们玩明白了 杨幂用计算机按迪丽热巴 花与少年丁诚心在玩计算机 杨幂灵机一动 叫丁诚心拿过计算机来 一边按巴一边念着迪丽热巴 不断地巴迪丽热巴 谐音梗被你们玩明白了 一个计算器都能玩半天 不知道迪丽热巴有没收到呼 有网友评论 杨幂是一个道德 美貌 才能 善良于一身的当今红星 她敬业 自强不息 高情商 高演技 从小美到大 在事业方面 感觉是一个女强人 工作狂 对自己也非常狠 是一个为了梦想非常努力的人 虽然离婚了 但是她挺有主见的 情商也高 会为人处事 很多网友评论 杨幂漂亮 杨幂主见 有投资头脑 一个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现在都说刘凯薇每天在家陪小糯米 当时网友说是在刘凯薇和王欧传出绯闻的时候 从那以后刘凯薇自己没本事去找戏拍 杨幂是个知名的大善人 所以很受人们的爱戴 花儿与少年拿着计算机呼叫热巴 真是要笑死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